上面有那个Member,是那个学生成绩 不过这个学生成绩,基本上本来是一个E-Sale的党 其实有时候,如果E-Sale的党要怎么处理比较简单 其实E-Sale的党,你最简单的方法不外乎就是 如果在Python里面,当然如果你不加任何外挂的话 你如果说你要不就是装一个外挂 那个外挂现在我们还没讲到,而且还没挂进来 所以要处理E-Sale的党会比较麻烦 但如果你不想要做任何外挂,也能够读取E-Sale的党 你要怎样呢?做一个另外一个转弯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认存新党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把它改成什么?改成CSV就可以了 用CSV的话,其实它就可以直接读取 这个CSV基本上,当然你把它点两下 它一样会用E-Sale打开,不过它背后实际上就是一个纯文字 只是说它的副党名是CSV而已 那我们这一题来练习一下,说第一个 我们把这个,我们不用E-Sale,我们直接拿那个云端上面的 我云端上面有放一个那个练习档在这里 那你把它打开来,点两下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它这里面就是有姓名 总共会有八个学生,它的国文成绩,英文数学 那当然我是希望你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呢,把它做一个输出它的总分跟平均的报表 OK,类似像这样的,那只是说你要怎么处理呢? 首先第一个,如果这个东西我刚刚有提过来 要不就是你可以把它发布到网路,以后用网路来抓 但我们还没讲到 所以我们先用那个档案的方式 那当然档案的方式它有提供这么多种 只是说呢,你也可以把它当E-Sale 如果我刚刚讲过,E-Sale你要外扩一些东西 而且它其实处理起来还不算太简单 Python是可以处理E-Sale的档案,没错 可是我觉得相对复杂一些 如果你做的过程当中,你有机会可以把它转成CSV 那我觉得用CSV来处理应该是首选,为什么最简单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直接把它下载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就下载格 我刚刚就把它下载成CSV 下载完之后的话呢,你可以发现 在下载,我已经下载过,在这里的话 然后它的档名呢,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这一台好像没有显示副档名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把那个副档名显示出来 好像可以从,这边有个显示副档名打购一下 它就出来,点CSV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开启它的话,那你点两下 它预设的程式是会用那个E-Sale打开 不过你会发现打开之后,它会是乱码 为什么是乱码,道理很简单,我刚刚讲过 因为这个档是Google下载下载的 所以它是,我是把E-Sale虽然传到Google 可是Google会自动转换 那本来它是CP950的编码方式 只要传到Google的视算表上,它就帮你转成UGU8 但是呢,你下载下一遍E-Sale,就是用E-Sale开启的话 E-Sale它没有那么聪明 它不会跟你讲说,你这边是UGU8,那也要不要帮你转 它也不会讲,它就给你乱 那如果未来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几个方法 一,请你不要用E-Sale开,请你按右键 二,请你用编辑就可以 或者是说开启的方式,你用最简单的方法,用纪事本 打开看看,纪事本有没有比较厉害呢 诶,记事本打开,居然不是办法 显然记事本好像消融线IP-E-Sale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到底很简单,我刚刚讲过 右键某那个档案另存清档,它的编码方式就UGU8 所以如果说你不希望开起来的时候是办法很简单 你把它改成AMSI,储存一下 你再用E-Sale再开一次,你会发现就正常了 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其实没有很复杂 只是说两边就没有沟通好 Google 跟微乱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 以后是不要让user不然那么麻烦 不然的话光这个问题很多人就真的是头痛 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就很简单,就这个问题而已 那只是说如果我今天,当然我们练习的话 假设我要开它的话,我还是把它再改回来 我们就用那个UT-Abar来处理 那如果说我今天,如果我把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然后能够把它在Python里面开的话 那当然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一样怎么样,我是Open它 我一直跟它讲,副档名记得要给它 点CSV 如果你没有点CSV的话,你直接给路径 它出来会找不到档案,有没有 File not found 所以你记得,给它这个档名 后面记得加一个点CSV 没有副档名也会抓不到 那再来就读取 Incoding我们一样,因为我把它改回来用这个字 再来的话呢,我就把它全部读进来 读到一样,其实陈氏跟刚刚一样 一样,后面一样会有个换行 所以我把它Ship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国文、英文、数学全部读进来了 只是说后面请各位自己练习 后面请各位再加什么 加什么,国文总分多少 平均多少 英文总分多少 平均多少 数学 诶,这地方刚刚只有一个串列 现在的话呢,就必须怎么样 只要有一栏,请各位注意 你就要有一个串列 OK 好像没有各种方法 OK,因为没办法 因为CSV里面是可以很多栏 那在Python里面呢,就必须有很多个串列 OK,那请各位也试一下 后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呢,一样找到那个云南白板有一个叫学生成期 第二个的话,请你把它下载成CSV OK,CSV 那他预设因为是丢到Google市算表 所以是UTU8 所以你就把它试着怎么样 把它读进来 然后我希望看到是给我一个 比如说国文成绩的总分加平均的报表 那国文、英文、数学 它的总分跟平均各是多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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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же 油